好 月中刚看到的是 Bilgas接受的专访 他说AI会推动整个 全球能源的转型跟发展 确实因为现在很多人在批评 批评说AI使用了 这个要耗非常非常多的电力 尤其是这个AI的资料中心 耗电更是可怕 根据Bilgas他所提供的讯息 告诉我们说 如果最多被对比的话 AI的资料中心的耗电 是传统资料中心的 整整20倍之多 这是个非常夸张的数字 可是这个Bilgas 你看他画风一转又说 可是他说如果比起电动车 或是所谓的绿色钢铁等等 他说这些其实更耗电 他提到他认为电动车 其实是很耗能源的 他一点都不赞成这件事情 而且他又提到说 没有错这个AI确实很耗电 可是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 因为有了AI之后 可以让效率更提升 所以你说AI到底好或不好 看你要从哪个面向来讲 也就是说从总体来说 当然没有问题 他还是有帮助的 当然耗电是一个事实 所以Bilgas开始投入 所谓的新的能源 譬如说他所投资的 最新一代的核能电厂 已经动工了 在怀魏明州 预计2030年就可以正式运作 而且Bilgas 他不是只有投资核电厂 他在投资太阳能厂 你说投资太阳能厂 有什么稀奇的 他投资的太阳能厂 当然不是一般的太阳能厂 哪里不一样 机器人盖的 因为最大的差别是 他提到说 如果我用传统的人 去盖这个太阳能厂 我用铺那个太阳能板 我必须要留通道 让未来维修之用 因为其实太阳能板 因为风吹雨打太阳晒 其实很容易故障 所以都要留通道 他说可是我今天利用机器人 利用机器手臂 我可以减少非常多的这个通道 而且对应到的 我整个成本可以大幅的下降 给他比较具体的数字 像他现在投资这个 Planty的Solar这家公司 他可以减少50%的成本 而且发电效能 可以提升整整的一倍 如果再用实际上节省的 土地面积来算的话 以发100万瓦的 传统的太阳能电力来说 需要五英亩的土地 可是这一家新创公司 他只要两英亩 你看只要四成的土地 尤其大家也知道 现在要取得这个太阳能 土地的取得 其实相对是不容易 当然在美国有沙漠 什么是比较容易 你在台湾 你要取得土地 真的是有困难 好那另外一方面 讲到AI 当然大家就会想到OpenAI 现在他的技术 技术长穆拉提 他回他的母校去演讲的时候 当然大家也都会遇到 问到一个问题就是 AI取代了很多人的工作 甚至让很多原本有创意的 现在AI 他可以自己帮你发挥创意 比如说我现在说跟AI说 我要一个什么样 什么样情境的影片或照片 他就会帮我生成 所以会让很多的创意工作因此消失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穆拉提就说 没有错 确实会有这样子的情况产生 可是不要忘了 因为AI的出现 可以让人类的智力更提升 因为我们的脑袋就这么点蛋 你能够装多少资讯 可是借由AI他可以提供更多的资讯 无形中是不是等于人类的脑力的延伸 再来还有创造力 想象力等等 就我们刚刚说的 我只要给你几个关键字 几个主题 AI可以帮我生成文章 生成照片 生成影片都可以 这在传统上是人要去做是相对有困难的 所以当然是有好有坏的 在整体来说 AI毕竟是发展的趋势 那当然中国他们也想要跟进 但是大家也知道 中国一直受阻美国 以及欧洲的几个国家 去限制他 所以他们想要自己去生产晶片 可是你也发现说 华为生产的晶片的过程当中 遇到很多问题 所以导致很多的企业 本来都说华为会生成 我跟华为买就好 结果我后来还是乖乖的回来买 这个被降规的灰达晶片 譬如说H20刚要卖到中国去的时候 被人家闲了半天 说你卖这么贵 其实还没有我们华为的生成晶片 譬如说像字节跳动 就自己说了老实话了 其实我们还是需要灰达的这个低阶晶片 虽然他没有办法做更高阶的事情 但是传统的这些训练 模型推理都OK 而且他还提到一个重点 没有错 你看效能起来 华为的晶片好像跟辉达的这个H20效能差不多 可是华为输在一点 没有配套的软体 可是你现在去买辉达的晶片 人家是不是只有卖你硬体 人家对应的软体都会提供给你 这个就很重要了 那讲到这个华为的这个晶片 现在又遇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知道华为自己不会生产 所以找中芯帮他代工 那中芯本来说要生产50万片 可是现在遇到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当然就是良率的问题 没有说看起来这个晶片好像还不错 可是问题良率只有20% 意思就是说我生产五个只有一个可以用 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 再来大家也知道说 因为你没有EUV 你只有传统的DUV 你的生产是用多重的曝光去生产 那就有点是你操这个机器超过头 大家也知道任何机器都一样 超过头以后就会怎么样 时常故障 故障力就会提高 所以现在中芯也面临这样的问题 我很多的机器 尤其大家也知道 现在已经不是只有EUV 连DUV他都买不到的情况之下 我既有的机器越坏越多 那怎么办 所以呢原本本来打算 要跟华为买晶片 譬如说腾讯 譬如百度 现在都卡住了 我原本都计划好了 结果你生产不出来 那我后续计划 不就全部都被你卡住了吗 那当然中国现在要发展 这个一定要结合全国的力量 所以呢 他们在去年开会的时候 就决定成立一个新的部门 这个新的部门叫做中央科技委员会 现在终于告诉你说 由丁薛祥来接这一个主任的位置 那丁薛祥一上来就说 哎呀我们要做新的举国体制 来推动所谓的创新科技 可是到底到底要干嘛 我们不知道 那重点是你这个单位 到底现在要做些什么事情 看了一下 好像包三包涵吧 所以只要是跟整个科研 有关重大的规划决策啊 战略啊等等 通通都归这一个单位所管 那所以未来丁薛祥是不是就掌握非常大的权力去主导中国的科技发展呢 我们就等着再看后续的问题 那再回到明明中国还有这个总理国务院总理李强啊 尤其是之前好像被冰冻了一段时间之后 又看到他不断的出访啊 还参加了一些重要的国际会议 可是现在他又遇到一个问题了 什么问题呢 那刚在中国结束的这个夏季导卧室的经济论坛呢 结果李强说了什么事情 他说呢中国的经济不能下猛药 他说因为呢中国现在好像大病出狱体质还很弱 所以我们不能下猛药 哇这一讲不得了啦 这跟习近平所讲的完全不一样 因为习近平觉得中国很OK啊 没有什么问题啊 哪有什么不能下猛药这个事情 所以哦李强所讲的这些话呢 第一时间媒体都有揭露 结果没想到24小时之内全部都被下架 哎连李强讲的话都被下架了 你就知道这个问题有多大了 那再讲到的这个胡锡进哦 大家也知道过去我们也讲过 胡锡进呢为了支持中国股市呢 所以他也自己跳进去买股票 哎这个时间到现在一年的时间了 结果他就自己开始算账了 他说呢这一年呢 他本来预计要投入50万 后来看见哇市场越跌越多 就是好我就加码 所以他总够投资了七十万人民币 一年下来呢结果怎么样 赔了七万四千五百九十七块人民币 报酬率大概是负十点六五趴啦 那他当然呢心里他也不敢讲啊 他又说哎呀虽然是赔钱 可是我学到很多东西 真的是很会讲话啦 那当然他又提到说 哎呀当然中国股市跌呢 民众的信心啊 投资人的信心啊 积极度啊 难免会受到影响受到打击 他说没关系 等到信心回升了 股市就会上去了 可是警派谁三年过去了 中国股市还是躺在那里啊 所以这就一个很大问题 对于你在看到一个数据就是中国的财政 所以你说经济状况好不好 你看这个数字就知道嘛 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好 税收收入国家的收入等等一定会增加嘛 但是我们看哦 今年一到五月 中国的公共预算跟政府基金呢 收入的部分呢减少了4.1% 支出也减少了2.2% 所以收入减少更多的情况之下 所以光今年前五个月 中国的财政缺口高达2.25兆的人民币 你看这是一个多糟糕的问题 所以最近中国的审计部做了一个动作 去查中国的国营 国家经营的银行的这个账 结果不查不得了 才查12间而已 结果呢有10家出问题 其中6家呢是你有放款 可是呢他们的说法很婉转是 放这个含金量不高的贷款 也就是说呢 可能就是一些乱七八糟的 反正我能够做业绩出去就好了 所以你莫名其妙的放款被做的 大概有6家 那更惨的是有4家是被挪用了 所谓的挪用呢指的是说 原本呢中国有很多的专款专用 譬如说这笔钱 国营的钱要譬如说只能带给农户 你不可以代给一般企业 可是很多类似这样的钱都被挪用了 那也就算了 甚至被查到有高达461家 那根本就是僵尸企业的 你还贷款给他 这其中必定有弊端嘛 那连国营都被查了 一般老百姓就不用说了 现在呢中国的报税APP里面呢 居然突然凸现了多了五个项目 哇这问题就大了 老百姓第一个职员说 是不是又多五个项目要跟我磕税啊 所以就律师就出来讲了 哎呀原本的项目呢 是只有劳动所得的部分 现在多了项目叫做经营所得 指的是哪些呢 除了经营所得之外呢 利息股利红利财产租赁所得 财产移转所得 还有所谓的偶然所得 偶然所得 比如说就是你买奖券 中奖的这种都算是偶然所得 所以这些 哪有赠予啦 刚刚讲李尚福行贿啦 买官啦 所以他就告诉你说 除了你本月劳动赚到的钱 你有其他的反正只要有收入 我通通都要磕税 所以当然中国的老百姓骂着一片啦 所以你看到这就是中国现在的问题 好那当然呢 这个查税的部分呢 中国的官方当然有出来解释说 哎呀没有啦 其实我们只把原本的项目 分的各系而已啊 可是我们刚刚说了 人家税务律师都已经出来 讲得这么白了 其实说穿了 就是未来对更多的项目要去磕税啦 所以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 就是政府没有钱嘛 所以我们刚刚说了 对国营的银行要查账 然后对私人的税要加税 那还有一个大肥养谁 中国的金融业 因为中国金融业以前都享有高薪 比如说一些 一些那个大的这些银行库的这些主管 动辄年薪可能五百万人民币起跳 甚至上千万的比比皆是 好所以呢 现在一道经营下来的跟你说 上限不可以超过三百万人民币 而且你不要以为这次之后的事情 是要塑及既往 连你已经领到的包含的奖金超零的 现在都叫你吐出来 所以以前中国股市跟房市行情好的时候 可能有人年薪是三千万人民币 现在上限只能回到三百万人民币 那多的都要吐出来 对所以就想很扯吧 以前都是不能塑及既往 现在居然是连你以前多灵的都要吐出来 我打个岔 所以我们上次讲中国的某一些企业 他查税是倒查三十年 对没错 然后现在是自然人的查税 也可以倒查三十年 对没错 那你以前高薪高所得 跟你奇奇怪怪的偶然所得 那些只要被洗老大查到 都要倒查三十年吐出来了 那这个奖金这个薪水要追多久 是不知道 但是那个税真的是要倒查三十年 所以现在有个数字出来 说这些高管 现在平均被追回的薪水 高达两百九十万人民币 两百九十万是台币一千三百万 平均值 那势必有人会更高 有人会更低 所以现在这个这条线一划出来 那问题就很大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宁关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宁关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